中超联赛 中超联赛第25轮结束后 中国男族就将重新集结在占有异赛 而在最新的国族大名单中 有了像精进到这样的新面孔 但是也有很多熟悉的老面孔 其中在此前的几次国族征兆中 被球迷幻泛质疑态度问题的冯萧婷 这次又成功入选了国家队 而这样的结果与她近期在联赛的险容 发挥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 冯萧婷在国族的比赛期间 因为防守上的一些态度不够积极 引发了很多球迷对她的质疑和不满 很显然 球迷希望拥有为国拼搏的态度 这一项比能力还要重要 所以冯萧婷也陷入了风口浪尖之中 不过 冯萧婷从国族回到广州恒大参加联赛之后 却表现一场神勇 32岁的老国脚 甚至坏发了第二春 在上轮联赛中 广州恒大曾三比零大胜大连一方 从而报了联赛手回合输给对手的一箭之仇 而在这场关键的较量中 作为大连人的冯萧婷 又一次成为众矢之地 不仅帮助球队战胜家乡球队 而且她的表现十分出色 成为恒大赢球的重要功臣 导致很多人对于她赛俱乐部与国族的不同发挥 提出了一些质疑 在近七个比赛中 恒大连续取得胜利 不仅战胜了大连一方这样造太复苏的球队 而且连克力如上海参花 北京国安 加苏苏尼等强敌 只是一比二不敌上海上港 总的来说 球队的表现足够经验 在联赛冠军的争夺上 也成为了上港唯一的竞争对手 冯霄婷在后防线上的出色表现 无疑是球队连续赢球的关键 球迷对于冯霄婷 又一次成功入选国族 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有球迷直言 冯霄婷还在 国族就真的没人可用 而部分球迷则表示 不讲态度的话 这个位置真的没人 讲态度的话 有的是人 很显然 冯霄婷这次背负了不小的外界压力 希望冯霄婷能将自己在俱乐部的盛容表现 带到国家队的比赛之中 老球中超球平